我愿意赏赐你一种明显的胜利 以便真主奢用你以往的过失和将来的过失 并完成他对你的恩典 却招式你一条正路 真主将给你一种有力的援助 他曾将镇静降在信誓们的心中 以便他们念上加年 天地的军队只是真主的 真主是全知的 是智瑞的 以便他是信誓们和信女们 属那夏令祝贺的乐园 而永绝其中 并摧悠他们的罪恶 据真主看来 这是伟大的成功 以便他惩罚违信的男人和女人 可以无配主的男人和女人 就是对真主做恶意猜测的人 恶用只降临他们 真主浅怒他们 弃绝他们 并为他们预备了火欲 那归宿真恶劣 天地的针对值是真主的 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瑞的 我却派遣你做见证 报喜者 做警告者 以便你们归信真主和实者 并协助他 宗敬他 朝夕赞颂他 与你定约的人们 其实是与真主定约 真主的手 是他们的手之上的 被约者 自受被约之害 实践与真主所定约者 真主将赏赐他 重大的报酬 留在后方的游牧 人们将说 我们要照料 我们的家产 和家属 以便 请你为我们求饶 他们用他们的舌头 说的 不是他们的心里话 你说 谁能为你们 干涉真主一丝毫 如果他要降护于你们 或降福于你们 真主是撤知 你们的行为的 你们猜想 使者和信使们 永不回家了 你们的心 为这猜想所迷惑 你们做不善的猜想 你们是将灭亡的民众 不信真主和使者的人 我却为他们这等不信者 预备火遇了 天地的国权 归真主所有 他要奢佑谁 就奢佑谁 要惩罚谁 就惩罚谁 真主是制设的 是制辞的 留在后方的人们 当你们为 获取战利品 而发出的时候 他们将说 让我们跟你们去吧 他们欲变更真主的判词 你说 你们绝不得跟我们去 以前真主已这样说过了 他们将说 不然 你们嫉妒我们 不然 他们不甚了解 你对逗留在后方的游牧人说 你们将招去讨伐一群 刁悍的民众 或他们顺从 或你们服从命令 真主就以优美的报酬赏赐你们 如果你们还像以前那样诡弊 他就使你们受痛苦的刑罚 真主却以喜悦信誓们 当时他们在那棵树下与你定约 他已知道他们的心事 固降镇静于他们 并报出他们临近的胜利 和他们所取得的许多战利品 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锐的 真主以你们所取得的许多战利品 应许你们 而将这战利品迅速的赏赐你们 并拒使敌人对你们下手 以便这战利品成为信誓们的一种迹象 以便真主招视你们一条阵路 别的战利品你们赏未获得的 真主却以周知他 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假如不信道的人们与你们交战 他们必定失败 而且不能发现一个保护者 也不能发现一个冤住者 这是真主以前的长道 对于真主的长道 你绝不能发现有任何变更 他曾制止他们对你们下手 也制止你们在战胜他们之后 在麦加山谷中对他们下手 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 他们不信道 并阻碍你们入境死 且阻止被扣留的牺牲达到他一定的位置 若不为厌恶你们蹂躏 你们所未认识的许多 信道的男子和女子 而你们因此无知的犯罪 那么他不制止你们 真主制止你们 以便他是他所抑郁者 入于他的恩惠之中 假如他们是散居的 我必是他们中不信道的人们 受痛苦的刑罚 当不信道者心怀愤怒 蒙昧时代的愤怒的时候 真主曾将镇静给使者和信使们 使他们坚持敬畏词 他们是更抑郁敬畏词的 是应受敬畏词的 真主对万事是全知的 真主却招是他的使者 包含真理的闷招 如果真主抑郁 你们必定平安地进入境死 有的人剃头 有的人剪短发 你们将永不恐惧 真主知道你们所未知道的 故在这件事之前 先有一次临近的胜利 他因正道和真教 而派遣他的使者 以便他是真教 胜过一切宗教 真主足为见证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在他左右的人 对外道是庄严的 对教包是慈祥的 你看他们鞠躬叩头 求真主的喜悦和恩惠 他们的标记就在他们的脸上 那是叩头的效果 那是他们在陶拉特中的比喻 他们在影之里中的比喻 是他们像一颗装甲 发出枝条 而他助他长大 而那枝条渐渐茁壮 终于固定在苗本上 使农夫欣赏 他将他们造成那样 以便他借他们激怒外道 真主应许他们这等信道 而且行善者 将门奢幼和重大的报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